我现在呢,在这个上面看台啊,找到一个绝佳的位置,这个上面特别的宽敞,而且这个高度我觉得特别适合观赛,男子100米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哇,现在现场的气氛,真的,运动员已经马上要入场了,看我下面的这些观众席啊,刚才,大概一个多小时前,我听到一个欢呼声,刚才提到了谢震燁的名字,一个多小时前,下面看台, 还没有多少人,现在下面的看台,上面全都是人,我刚才听说,哇,提到苏炳天的名字,全场都沸腾了,好多人,你就现在直接就站起来,站到前面去,我估计可能好多人就是来看苏炳天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的,而且今天呢,苏炳天也说了,说希望能在今天晚上决赛当中,取得个人全运会生涯的手机, 我们也特别希望他今天晚上能够心愿达成,当然了,也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能够取得一个自己的好成绩,现在运动员们已经开始到跑道上进行准备了,哎呀,好激动啊,果然在现场看,观赛的这种心情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你看,其实,好像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场,我们现在这个现场呢,它是西安的这个奥体中心,它本身呢,也是开幕式的现场, 然后它这个外形呢,是一个以石榴花的形状打造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是相当于在一个石榴花里,然后之所以是以石榴花的形状打造的呢,是因为石榴花呀,是西安市的式花,刚才晚上我进来的时候,在外面看到外观特别的漂亮, 它整个外面的这个外壳啊,好像是一个像电子瓶一样,会放上,今天还放上了一个中秋特制的一个视频,然后在夜幕之下显得特别漂亮,好,等一下,马上要开始决赛,等着看,等着看, 说实话,我现在因为离得有点远,我还看不太清,他们在挤道上,苏炳天这是挤赛的后,人物都看不太清,反正感受氛围就对了,没有想到我到了现场,我也得还通过大屏幕上去看一下 日期限期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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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 第一,宋敏天现在是第一 现场全是欢呼 9秒94 9秒94 他今天跑进了10秒 9秒94的成绩 第10次打开10秒 我终于感受到现场观赛的感觉了 你看所有的观众都打开了手机上的灯光 应该是在挥舞着手中的灯光 哇,这种感觉真的 谢震燕获得了亚军苏炳天冠军 终于得得了他的全运会手机 哇,今天晚上虽然说 我们好多人等了一晚上 就为了看着不到10秒钟的时间 而且其实刚才我在前面看的时候 我都没敢说话 也没敢呼吸 基本上能看到前几名和后面是比较明显的 剩下的几乎感觉大家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 而且不到10秒钟的时间真的是在面前 一瞬间就结束了 还没有怎么反应过来 这个比赛就结束了 虽然说大家可能等了一晚 就会等着不到10秒钟的时间 但我觉得刚才看到他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刹那 真的都值了 哇,这个现场真的感受太劲爆太劲爆了 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看的太值了 而且最后20米完整的顶住 冲刺极限压键 9秒95 对,其实在现场 有的时候大家是反应不过来的 所以说在现场你看 他还会在大屏幕上 还会在大屏幕上会有一些回放 慢放 这有时候可以更好地去回味一下刚才的这个比赛 我说实话 我刚才在看比赛之前 我说苏秉天再几菜到都不知道 我就完全只能是听着现场的呼喊 加上现场的解说 说苏秉天现在保持在第一 非常完美的一刹 他现在在 召场 跟观众示意 好感动啊 这个一个刹那 不到10秒的时间 哇 绝对实力 我听到身边所有人都在喊苏神 苏神 可惜我现在离他太远了 他每走到一个地方 现在好多人都会 欢呼 来了来了来了 又没看我吧 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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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太感动了 下面几位摄像大哥 为了抢这几个人的合影 已经快打起来了 哈哈哈哈 太感人了太感人了 中国男子四成100米接力 未来将以更加率性的 这个方式 冲破亚洲极限 所有人都 现在聚集到下面那个采访的区域 你看围成一个圈 所有人都在举手机 我估计之后会看到好多 苏饼天接受采访的时候 后能很少或者说上面的一个机位的视频 太棒了 非常好 今天的这个决赛 我现在就看完了 感觉好快就过去了 还不太过瘾 过两天希望还能再看看其他的比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